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第一章二至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验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主王非常高兴 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 神是美善 在英文中 用中文记 咱们中文翻译成美善 其实英文更简单 God is good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走了 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记得这一个题目 叫God is good 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善 那这里看 为什么我想到这个题目呢 因为其实我遇到很多弟兄姊妹 跟我分享过这个问题 说信主以后呢 就进入到一种尴尬的状况 刚开始信的时候挺热情 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发现这个 有时候祷告也不灵 然后呢 这个困难还是有生活中 那困难有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学会祷告 然后学会了一句属灵的话 叫做交托吧 交托给神吧 交托了以后呢 还是在困难当中 那说我这交托了 我忍耐要等到多久 神才能给我这个答复呢 有的时候心里很纠结 绝不会说自己不信 我是信的 可能这个信心还不够 所以我祷告半天呢 我要的结果还没来 所以呢 就在这种纠结中 我们很多基督徒 陷到这种状况当中去 那今天呢 我们所读的经文呢 是在雅各书 雅各书在新约圣经里 也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非常特殊的一卷书信 他是主耶稣的 在肉身的这个弟弟 所写的这一卷书 当时他也是 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 领袖长老 那这一卷书呢 非常带有犹太人的特色 是什么特色呢 就是东一下西一下 你很难把它整理成 这个这个有系统的 这个这个分段 因为他一会说这个 一会说那个 一会说你 你不要这个外貌取人 一会又说 你要管住你自己舌头 所以有人把雅各书呢 说成是新约里边的真言 我不知道大家读过 没读过旧约的真言 旧约的真言 也是这样的状况 东一下西一下 说这个说那个 然后重复的 东一下西一下的这样说 很难把它整理成一个 一个有系统的 一个有逻辑的 一个段落分段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犹太人的一种 一种风格 一种传统 因为 这里讲述到的是 人的生命 不是一个理论 我们看到神的律法 在旧约里边 你看神的律法 跟咱们现在这个法律 是不一样的 现在如果你学法律 你看到法律 有很多条文 第几章 第几条 第几款 第几条 有好多条文 这一部分的律法 什么形式的 这个这个民事诉讼法 各种律法 它归纳了以后 各种条文出来 你发现神的律法 不是这样的 你记神的律法 很困难 它好像没有这个 归纳 它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这里在讲述的是 人的生命的内容 人的生命很复杂 它没有办法用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逻辑的 一个一个平面的 一个条文来讲述 就像一个画家做画 那我们不懂画的人 我们看到他往这里 涂了个颜色 往那里弄了个颜色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是最终画出来 你才明白 原来他的构思是这样的 其实神的律法 有很多的时候是 是这种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所以犹太人的文化里边 有这种思维文化在里边 所以这个雅各书 写的也是这样 真言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读雅各书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种困惑 那这是雅各书的 我们刚才读的是 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我们上次如果去淫会的家长 回去问问你们的小孩子 我让小孩子们 把这几节经文背下来了 他们是用英文背的 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用中文 把这三节经文 把它背下来 雅各书在讨论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 那一个生命状况 所以他先拿出来的这个主题 其实这一个 这几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 所应该有的生命状况 虽然离那里还差得很远 但是那是一个目标 让我们应该达到那个状况 好 刚才我们读到 他说我们 我的弟兄们 是给弟兄们写的 是给我们已经信主的 弟兄姊妹 他说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首先基督徒会落在 百般试炼当中 神没有答应我们 一切都平安稳妥 所以神说我们会有百般试炼 但是你们应该大喜乐 看到这句话 我知道没信主的朋友 会这么说 这不是就是阿Q吗 我就盼望了 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 不要认为这也是阿Q 就是因为我 我反正百般试炼中了 我反正很难过 我遇见难处了 但神说我要喜乐 我就傻乐呗 反正我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祷告了 我交给你了 然后你也不帮我解决 那怎么办呢 我还得喜乐 那不成了一个 自欺欺人的状况了吗 所以这一定不是 阿Q精神的那一种乐 这种喜乐 他因为里边 他知道一个内容在里边 这是因为 后面这一部分才是 为什么要喜乐 这是后面这一部分说的 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 他说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深忍耐 我们里边有信心 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用这个功能 来到神面前 我们里边有信心 这里说 这个百般试炼 会使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以后 就生出来一个品格 这个品格叫忍耐 忍耐这个品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这次已经会特别 给小孩子们讲这个内容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这个世代 我们不教他们忍耐 我们教他们快餐 什么东西都快 这个快熟面 两分钟就要得 我不知道咱们家长们 这儿长大的孩子 就会说 I want it now 我现在就要 一分钟不能等 就是我们培养这样的孩子 我们盼望 我们能给孩子的 赶快就给他 然后他能够 没有那种压力 无灾无难的 能够平安的生长 我们盼望这样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 有什么尽快拿到就拿到了 其实这个不好 人的生命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 叫忍耐 然后他说忍耐也当成功 在英文这一段 比较好读懂 他说忍耐 这个perseverance 他说他在我们生命里 有一个work 有一个工作要做 他finish他的work 在我们的生命里 他结束了他的工作 就产生了这个结果 叫做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就产生了那一个 在百般试炼中都大喜乐的 那一个丰富的生命 那一个生命怎么来的呢 是透过忍耐 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的这个工作 而产生的 那我们说 我们都信他 但是为什么 有的信心 他经过试验以后 就生出了这种品格 叫忍耐 有的信心 他信了好多年 有十几二十年的基督徒 好多年 他还是生不出这个品格来 他的生命不能够造就 不能长久 这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也思考很久 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信 有一点不同 我们认为的那个信 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内容 是什么样的信心 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长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那接下来信心 他说经过试验 可以生忍耐 信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信的是什么 在我们华人里边 从无神跨越到有神 是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一步 因为我们是经过 无神论的教育背景的 其实在很多的民族当中 你比如在犹太人当中 他根本不需要证明 有神和无神这件事 他直接就知道是有神的 很多其他民族也是这样的 他只是不知道 哪个是真神罢了 他只是他在家里拜偶像 拜这个拜那个 他不知道真神是哪一个 但是我们不同 我们华人的背景不同 我们从无神到有神 是很大的一个跨越 这个跨越非常重要 但这个跨越不是终结 所以好多人信主 是从无神跨到有神了 他说哎呀 我现在真承认真的是有神 所以我就信了 我就受洗了 其实光信有神这件事 还差好远 有神是个客观事实 有神是个客观事实 光信这一个有神 有的人 另外一部分弟兄姊妹 信的是一套救恩理论 就是为什么得救 人犯罪了 然后跟神隔绝了 然后耶稣基督来了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舍命了 然后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然后我们只要一信他 我们就进入永生了 我们就与神同在了 就是这一套理论他接受了 他觉得好 对挺好的 所以我就信了 这两样都不错 信有神 信救恩的理论都没错 这两样 但是停留在这不行 这就是你的信心 不成长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是一个 你脑子里解开的一个扣 一个理论 而在圣经里叫我们信的不是什么 叫我们信的是谁 信谁和信什么 有什么区别吗 谁是一个生命 像是个人 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个体 生命 所以在圣经里 给我们介绍的这位神 他是有位格的 有他自己的思想 感情意志 他是可以跟我们沟通的 他是一个生命体 他不是一个道理 所以信主只停留在道理上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信心 没法成长 你没办法往前走 一定要跟这个 跟这一位神产生一个关系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这是保罗讲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信有神和信我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吧 你信有神 只是信神的存在 那你比如说 我对万牧师的了解 我十年以前 我们在 十多年前 在宋文堂就听过万牧师讲道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方舟团契 万牧师曾经被邀请去那里讲道 我们就听过他讲道 那是大概第一次见面 那后来这么多时间里 我听过万牧师的名字 我知道 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有这么一个牧师 和我 说我认识他 我现在来到这个教会来 参与这里的服饰 跟万牧师之间有一个 比较比较近距离的交流 认知和这个差好远了 对不对 那你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但是你说你认识他 其实他不认识你 对吧 你说你说我我认识 我谁都认识 我认识习近平 他来我肯定认得出他来 问题他不认识我 这个就是说你 你听说过他 跟你近距离的跟他接触 了解这个人的品格 这个人的思想感情 这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这个差好远了 对不对 所以说认识 我们知道他 没错 但是不能停留在 我知道有一位神 要进入到他面前来认识他 跟他产生这样的亲密的关系 你的那一个信心才会长大 所以这是我们信主 我不管大家是什么原因 来到教会的 我得说你要感谢主 你没来错 这个地方是对的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来到教会 有的人是生病了 病要得医治 有的人甚至是为孩子上学 无论你什么原因 你到这里来是对了 你信这一位主 没信错 但是别停留在那个地方 要往前走 神要让我们的生命 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所以我们现在要更加的去认识他 在诗篇第三十四篇 第八节我记得上 那里讲到 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不要在外边只是看 要拿过来尝一尝 尝是一个经验 他说那时候你就知道 God is good 你就知道他是美善了 你跟一个人接触 只有你跟他共事以后 你才知道这个人不错 这个人挺实在 值得交往 你不跟他共事 永远是道听途说 你永远没有把握 对这个人的品格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你要跟他在一起 经历一些事情 下面在罗马书 十二章二节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同样 他要叫你查验 他的品格 他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怎么去查验呢 罗马书这里讲的更清楚一点 他说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我们信主很很久的基督徒 如果你的处事为人方式 跟你原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区别的话 那你是没有办法尝到主恩的滋味的 你一定要查 怎么查呢 就是你要抛弃你原来那一套方式 用神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问题 从小问题开始 我非常感恩 我在这个教会 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我记得上一次万牧师有一次讲到 讲到这个细节 注意细节 咱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我们是成大事的 我们不在乎那个小的 这个不对的 你要从细节开始 你做不了小的事情 你成不了大事 所以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的时候 你从小事开始 你身边的一件小事 学习不用世俗的方法处理 学习用神的方法处理 你处理一次走过去 你就能够查验 什么是神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尝了一次就知道 哎呀 神是美善啊 原来是好的 我自己最简单的经历 就是操练这一个饶恕 昨天我们小组还在考论这个问题 真的饶恕是人内心里很 你别看很简单的事 是很纠结的一件事 就是别人得罪你一点点 人真的是 我觉得本性属于忘恩负义 真的 对人的恩 你很难在这里计算 谁对我有过恩 很少有人这样算计的 往往都是计算 谁跟我有仇 然后我们中国文化里边 我老说这句 你看那个武侠小说 那个最后临死 还要说儿子 别忘了报仇啊 这个十年这个报仇都不晚 这个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是仇不能忘啊 所以我们往往都是在算计 人家如何得罪我们 这个仇恨在我们心里边 学习宽恕 这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生命品格里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 你学习操练一个小事 饶恕你身边的人 不管是你的同事 还是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不管是什么人 他得罪了我了 你从一个小事开始 这个小事就是 往常他得罪我了 我一定把他打回去 我要让他记得 下次他不敢这样说 我不惯他这个毛病 但是你如果按照神的话来操练呢 你觉得哎呀 我是不是就软弱了 你看人家欺负到我头上了 我还要学习饶恕他 我还爱他 他不起我头上拉屎啊 这个事不 你从你的这个认知里边走不过去 但是因着信 你愿意操练这一个 当你走过去的时候 这是你常煮恩滋味的时候 这是你开始查验 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时候 执意的时候 他为什么让我在这个时候 饶恕跟我想的不一样 但是我尝到了这个滋味 你再往下走的时候 就就有力量了 你就知道哎呀 神是好的 神真的是美善的 神的心意是好的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不管信主多久了 今天开始你从一个小事情 来去操练这一个 我们的生命 好 我们再往下 那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认识神是谁 神是谁怎么认识呢 我们知道我们手中有这一本宝贵的圣经 这本圣经是上帝花了将近1600年的时间 给我们写下来留在我们手中的 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的约 很多过去的圣经版本写的是新旧约全书 就是旧约和新约合起来放在一起的 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的约 刚才我们在前面也分享到这个问题吧 好像 这个因为刚才我们在领圣餐呢 大家喝那个葡萄汁 吃那个面包 那个葡萄汁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血 那个饼是他的身体 他说这个面包 这个饼啊 是我的身体 我为你们舍的 所以你们要吃这个 要纪念我 他说那个血呢 是我们跟你 我跟你们立约的 用我的血 跟你们所立的新约 所以我们今天喝那个葡萄汁 是纪念 我们跟主立个约 我记得万牧师在这里 还是查经聚会的时候讲过 说这个约呢 有人把它翻译成contract 就是合同 或者叫covenant 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大一样的 contract合同 多数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而covenant叫 就是盟约啊 它是建立在一个关系的基础上 就是如果对方遭难了 对方出现问题了 作为盟友 我愿意去帮助 就是我们的关系更重要啊 而不是利益更重要啊 所以无论如何 这是神跟我们 甚至是拿他儿子的血所立的约啊 我们需要严肃啊 所以认识神 先从这里来认识啊 讲到这儿啊 我需要 这个澄清一个问题啊 我们好多 朋友啊 这个 现在圣经并不难拿到啊 好多没信主的朋友也读过圣经啊 但是读不懂 我必须得说 你读不懂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 我简单的说 如果现在我们拿这个爱因斯坦 比如说啊 他当时发表相对论的时候 那篇论文啊 我们把它就算翻译成中文了 发下去 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读懂的 有吗 也许有 如果你真的是搞物理的 搞到跟他一样的一样的水平专业的 你有可能读懂啊 但是大多数人是读不懂的 当你读不懂的时候 你是什么态度呢 你不会说 这不是拉鸡吗 我都读不懂 你看我读不懂 所以他就他就不对嘛 那我是什么程度 我跟人家没法比 所以我会在人家那篇文章面前 谦卑说 哎呀真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人家太太高深了啊 你看我这水平 我我这中国字都认识啊 但是人家写什么内容 我读不懂 我会谦卑下来在这个面前 对吧 因为人家比较高嘛 我还确实是不行啊 那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啊 我请求我们的朋友和弟兄姊妹 你要有这个谦卑的态度啊 因为这是上帝写的呀 你说我读不懂 读不懂所以是错的 你太自大了 太可笑了 对吧 你读不懂是很正常的 你读不懂需要找方法把它读懂 神说这个话是给你的 你可以读懂 神把圣灵赏赐给我们 神把教会给我们 神把神的传道人 神的仆人给我们 让我们来一起来读他的话 所以这个话一定要读啊 一定要读懂 你可以读懂的啊 只是不要在神的话面前太过狂傲啊 所以我们认识神 首先一条要从他自己的启示上来认识 他说我是谁啊 前些日子可能我们这丁子妹都知道 前些日子我们教会发生一点事情啊 所以我离开那个教会了 那我在这里呢 其实在我们教会碰见一个神学院的 读神学的一个子妹 然后我跟他就私下里有了一些联系交流 然后他就问我们教会原来发生的事 然后他就说 说了一大堆 我说你说这人是我吗 我说 我说不 如果你说的是我的话 你说的内容不对啊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 我很感恩他能跟我说 我说你如果真想了解 你找当事人了解一下 我说我不撒谎 只要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 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这个我这边的情况 不能说客观的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 每个人说的这个这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你去了解一下 所以首先这个对自我的一个解剖 这个这个一个一个 作为一个两个有这个 有独立位格的这个这个生命当中 在我们彼此了解的时候 自我介绍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封闭自己 我不想让你了解我 我躲躲闪闪 其实基本上是你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 你别看现在搞心理学的也好 搞什么弄什么测谎仪也好 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想要了解一个人 其实他达不到 因为人这个生命太复杂了 你平等的用一个人来去研究 另一个人你研究不到 所以他一定在自我的一个 启示中先了解自己 先了解这个人 我愿意告诉你们 我是什么样的人 这里诚实度很重要 我们知道上帝不撒谎 所以上帝对自己的启示 是第一重要的 我们先要用这一个来了解他 不要道听途说 道听途 我觉得有一些 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 尤其有些弟兄姊妹 他不爱读圣经 他喜欢听别人讲 关于神的事 人家这个讲了 尤其这些神迹奇事 他非常感兴趣 他去道听途说 然后你的信心建立在 别人说的那一位神身上 那个不管用 那个是虚的 你的信心必须建立 先建立在他对你的启示上 文字上的启示 他不会 神不说谎 他不会写了圣经给我们 又不承认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 认识他的第一步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我选出一段经文 是出埃及记的第34章 出埃及记34章是什么情况呢 是摩西要求神向他显现 他说我想看看你 神说这个人见了我就死了 你看不了我 他说这样我把你藏在一个山洞里 我走过去 我用我这个手挡着这个山洞 我走过去以后你可以出来 你看我背影 但是你看不到我的面 之后呢 这个神跟摩西一起来宣告自己 是自己的名 就是来来启示他自己是谁 所以他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是神自己的宣告 首先呢 神说他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什么叫有怜悯 有恩典 在英文里边 他们总结成kind 说神是有恩慈的 这一个内容呢 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包括用我们现在的方法来说呢 他包括了对kind 就是有怜悯 有恩慈 包括对这些 就是他是愿意帮助人的 愿意帮助别人的 包括对那些有需要帮助的 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的帮助 对那些不配的人的帮助 对那些甚至是敌人的帮助 是从他内心所发出来的那种慈爱 他愿意帮助人 这是神自己说的 他说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是不发怒 但是他不会轻易的发怒 然后他说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诚实这件事太重要了 如果神不是诚实的 那这个就不用读了 因为神不诚实 他跟你立了约 他今天立了名就撕了 那那个约没有用的 所以神是诚实信实的 这件事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说他是信实的 我怎么能信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 比如说神跟大魏立了个约 说的你这个后代 我让他都子子孙都给 都可以坐在你这个宝座上 大魏死了几百年 神还在延续着这个约 所以在以色列 在犹大王 南国犹大王犯罪的时候 神常常说这句话 是因为我跟你祖大魏所立的约 所以我保守他 还有还有后代 能够坐在这个位上 不是因为你好 你配坐这个王位 而是我跟你 我跟大魏立的约 那个约 大魏都已经在这个世上 死了好几百年了 已经不见了 但是神还一直的在 延续着这个约 守着这个约 一直到今天 耶稣基督坐在这个 这个大魏的宝座上 是这个王 其实还是在延续着 当时神跟大魏所立的那一个约 他的国度没有穷尽的 这些神所写在这里的话语 没有一样是神可以废弃的 所以这是我们 神在历史上也见证了 他说我说话是算话的 所以这一些见证在我们心里 是一个例子 让我们知道神是守约的 所以他说他是诚实的 下面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这里感恩的是 其实咱们这里翻例是千万人 其实不是一千万个人 是千万代 我们还在这个千万代里边 还没过去 神的慈爱留到千代 所以这个是 他为人赦免罪孽过犯 但是神的这一个赦免和忍耐 常常使我们有一个错觉 就是神不在乎罪 因为犯罪 神没有马上把他揪出来 就灭了他 然后神在那里忍耐 等着这个罪人悔改 然后我们有一个错觉 就是神是不是不在乎 这个你看这犯罪了 他也没处理他 其实神是在为他存留 那个慈爱 存留那一个机会 所以接下来神就说 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我虽然愿意赦免 但是我不会把罪直接就抹掉 有罪就是有罪 不可以把有罪变成无罪 只有付了这个代价 所以基督才在十字架上 要为我们死 为我们流血 才可以被赦免 所以神的本性 神说我不以有罪为无罪 而且神说我要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所以在咱们各个民族里 都有这个概念 叫报应 甚至叫咒诅 说你祖上犯了罪 你看看你这个儿女 现在受报应 这个是有的 神在这里是讲的 而且我们的罪恶 我们的犯罪 是影响到我们子孙的 子孙后代的 所以他说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他说我要追讨你这个罪 这事没算完 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是多么有福 我们自己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子孙的那个影响也被斩断了 我们原来所犯的错 原来我们上面祖辈有没有犯什么罪恶 我们不知道 那一些东西全部都被斩断了 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 因着基督的救恩 我们就从这个报应里面逃脱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谈报应 所谓在神学里面讲叫报应神学 人知道有报应的 但是今天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我们从这里面出来了 这是神极大的恩典 我用这一个呢 首先是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要先从他自己的启示里边认识他 接下来呢 神给了我们一个最好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来认识他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神咱们看不见 你看不见摸不着 神也说你没有办法看我 你见到我你就死了 因为他是圣洁的 他说你见到我的面你就完了 所以人没办法见到他 怎么办呢 神差遣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在这里 哥罗西书说到 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那个神我们看不见 但是他的像我们看见了 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 他的形象不是他长的这个形象 而是他的处事为人的一个原则 他在地上活出的那一个生命 是神的像 他对人类表达出来的爱 他对每一件事情 他是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处理 所以我们读福音书 读基督在地上的生平 是透过他来认识神 只有这一个渠道 透过基督可以认识神 透过其他的不管用 你透过别人跟你讲的一些道听途说 甚至有人说这个书图同归 你们基督教反正也是叫劝人行善 我们这个佛教也是劝人行善 我们殊途同归 最后我们归到这个神那去 归不到那去的 神说了 在圣经上说了 这个不透过耶稣基督 你是没有办法到神天父面前来的 你只有透过他 你认识他才能够认识神 所以这两部分 我们想要更深的认识神 第一认真的读圣经 读神对自己的启示 再读神在历史上的作为 神做了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来思考来品味神的品格是什么 第二就是透过基督来认识他 所以今天我们题目说 神是美善 说God is good 在马可福音里边有一个例子 我没有把它都打到这里 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 求问永生的事 他说良善的夫子 其实那个良善用的就是good 他说good teacher 耶稣就问你为什么说我是good呢 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 他说我告诉你 No one is good except God alone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良善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good 他说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 所以上帝的良善的品格 要记在我们心里边 这是你面对苦难的一个 一个不动摇的根基 这是你的信心 你这一个信心经过操练 它可以长出忍耐那个品格来 为什么我还在痛苦中 我还忍耐 还坚守神的道呢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因为我知道神是好的 因为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他的美意 我在等 所以那一个等待是积极的 在等着神的旨意向我显明出来的时候 哎呀我就能查验原来这是神的好意在里边 所以我的忍耐会更加的坚强 可能第一次忍两天就不行了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可能有人觉得自己是有耐心的 你的耐心拿什么衡量呢 有良度吗 我们对孩子 我有时候网上老看到那些妈妈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 会崩溃掉那个样子 我很理解 我也这样 我们对孩子的耐心可能用分钟来量 我给了他十分钟 三十分钟 我辅导他作业 对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有更大一点的耐心 可以说不定你用小时用天来衡量 我忍了多少天 甚至说我忍了他多少年 我等待一个好的结果 仅此而已 这是我们的耐心的极限了 你耐心不了太久 人是这样的 但是神的耐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在彼得的书信里边他写到 他说神看一日如千年 神看千年如一日 在这里他在讲神的耐心 说神不是单言 神在等 等着人人都能够 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 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所以他在忍耐在等 我们不要把神的忍耐当成神不在乎 神在乎 神在这里忍耐 只是用我们衡量耐心的那个尺度 去衡量神的耐心 你就没办法理解了 你就完全不能明白 所以神的耐心的良度是我们没办法能够理解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这个耐心的背后不是不在乎 神是在这里 所以神拆派这么多人出去传福音 我们心里有催促 就是哎呀我应该去传福音 这都是神在里边感动 神愿意每个人都悔改得救 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这是神忍耐的心 所以神是好的 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太重要了 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的是好的 神说你所遇见的难处 无非是你能够承担的 如果你不能承担 神不会把它给你 但是在你的艰难的时候 神说他会开一条出路 让你能够走过去 这个难处一定是为你好的 让你能够在里边成长 这个信心经过试验 长出那个耐心来 那个耐心在你身上的工作完成了 使你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这是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凭着信心接受 然后去慢慢的体会这一位神 去认识他 我想简单分享我自己生活中的 生命中的一个例子 其实不是我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从小也遇到很多难处 她有一只手不大好生 她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经拉坏了 所以她遇见很多难处 我心里也很心疼她 现在的孩子都很脆弱 你看咱们看到这个 有时候看到这个消息里面 说这么小小小的小孩子 他会自杀 他怎么可能呢 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条件 比我们小时候好得多的 好得不得了 我们那时候从来小时候 没想过自杀 那时候是不是 大了有时候会 郁闷 那么小的时候你怎么会 怎么小学生都会自杀 简直不理解 现在孩子太脆弱了 那我对我的孩子也有担心 尤其生长在澳洲的孩子 我两个孩子都是这儿生的 我对他们的教育有一种隔阂 因为我是中国的文化 他们是这儿的文化 那他们要在这儿生活 其实我更希望他们融入 这个澳洲的这个文化 那我对他的教育就就产生 就觉得没有那么有力度 那么有力量 那我也担心他们外面 会遇见什么事 尤其我们在澳洲 又是一个类似二等公民 弱势群体 就是人家 你学校 他说老师对我怎么样 同学对我怎么样 那我也没法搭着他 去找老师找同学 我们这个英文程度 不够跟人家去交涉 所以有时候心里就很担心 我在有一次 是我大女儿上初中了 那个时候 我一次就是推开她房门的时候 我看到她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 真的就那一次 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下来了 我知道我的孩子不会那么脆弱 因为她有上帝了 她的生命里不只有我 因为我是很有限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保护她 那当她生命里有上帝的时候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她在百般试炼中 她都有喜乐的可能 她不会在百般试炼中垮下去 然后去选择自杀 去选择逃避 她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上帝 跟她在一起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生命里是有上帝的 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景况里边 你觉得绝望 觉得没路可走 你记得你永远有一条路在天上 那是在神那里的 那一条路神会为你开出来 让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不要绝望 要相信神是好的 神是美善的 神让你经历的 他背后都有那美好的旨意在里边 所以你经历过去 咬牙用神的原则 把你现在所经历的 把它经历过去以后 你来查验 来尝尝神的滋味 来查验神纯全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当你查验了以后 你的心就会深深的感受到 阿门 主是好的 God is good 原来神的美意在后面 虽然我现在很辛苦 这一个辛苦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 你会知道那简直不算什么 所以我现在我们看小学生自杀 你说你那点功课算什么 对吧 不过你你现在就自杀了 我说也好 反正你也承受不了 那后面的功课比那个难多了 对不对 你你你 他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信心 不但是信有神 是信神的品格 信神的应许 神说他是好的 我们信他 所以我们在这个营会里 我们教小孩子唱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哪里来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非常盼望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就知道他有一份帮助 是从神而来的 他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脆弱到绝望 要什么这个depression 就什么忧郁症 要要崩溃掉 不会的 因为我们有帮助在天上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无论原来是什么情况 从今天开始 真实的去认识这位神 认真的读他的话 认真的思考耶稣基督 去认识他 然后从小事上 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记得这句话 God is good 非常简单的英文 上帝是好的 上帝是美善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父啊感谢你赏赐给我们 这一本宝贵的圣经 你有把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读 能够看 能够思想 能够明白你自己 是一样 一个怎么样美善的 这样一位神 主啊帮助我们 能够真的认识你 我们在信心里宣告 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主啊然而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悔改 主我们这么多年的基督徒的 名号挂在身上 但是我们对你的了解太少了 我们尝到你的滋味的时候太少了 主啊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开始 愿意去品尝主恩的滋味 愿意去查验你那 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 预备我们的生命 在经历更多的患难的时候 也能够充满着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 这背后站着这样一位美善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主我们把我们的感恩和送赞归给你 祈求你的圣灵感动 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这里离去的时候 我们心里充满着 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在每一个环境中 主啊求你使我们在里面得益处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祷告祈求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